这里是江苏省丹阳时代 神河头村 千百年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 一直过着日处而坐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如果不是2007年11日 一次震惊中国考古界的惊人发现 恐怕到今天 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落的名字 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 使这个江南小村落 写进来中国考古诗 就在这片地上 考古工作者在进行考古普查时 发现了陶片 在此之前 人们在丹阳从未见过这种陶片 就是这几块陶片的发现 使沉淀了千年的远古文明 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经过勘察 令考古学家意想不到的是 如此完整 距近三千年的远古文化 没有出现在 有着丰富文化遗存的太湖流域 它却出现在了运河岸边的丹阳 专家们认为 这可能是吴国早期的城址 葛城一致的发现 在当时震惊了江苏考古界 历代留下的文化遗产 分三部在丹阳的城乡 所以丹阳有江南文化之邦的美誉 以往都认为 吴文化的中心在苏州地区 吴东地区 那么通过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以来的 一系列的考古成果 证实了我们临阵地区 是吴文化的发强地 那么葛城就是最好的一个势力 这座城池是什么年代的呢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神河头村里 江苏省的考古专家 有过许多疑问 2007年 葛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正式开始了 这座遗址位于村落的边上 经过初期的挖掘 考古专家发现 古城遗址坐落在一片 漫坡的台地上 经过勘察 考古人员判定 这是基州时期的城市 伴随着考古发掘 揭开了吴国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 因为南方土浪潮湿年限很大 是很难航达 那么通过堆积 它自然沉浆以后 也是相当坚固的 但是它对地基 这个墙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相应的比较宽 所以我们这个葛城遗址的墙基 大概有22米块 底部 它高的现在长高是6米 可能它的原先高的应该在4米 葛城遗址发现之后 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丹阳这座江南古城 人们迫切想了解在这片土地上 三千年前的古人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建造城池 地图上显示 丹阳地处苏州 无锡 长州的核心地区 早在葛城遗址发现之前的1989年 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凤凰山古遗址 走进凤凰山遗址 很难想象 这座大土堆 就是文明华东地区的凤凰山遗址 当地的史学家说 凤凰山遗址发现之后 揭开了太湖流域 人类迁徙的坚古之谜 这个凤凰山是1989年 照这个三一二国道的时候发现的 你们经过这个考古专家的 这个挖掘 发现了这个八层文化 你们最底下的一层文化呢 是马家邦文化 凤凰山遗址的发现 揭开了六千年前 古人在丹阳的生存之谜 通过考古 专家们发现 早在六千年前来到丹阳的古人 已经开始了稳定的聚居生活 并且有了家族的雏形和对亲人的眷恋 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最早的民居 过着渔猎和农耕的生活 在考古界 淘气是考古断代的主要方式 因为淘气是一般的生活用品 淘汰率比较快 凤凤凰山发现的这些陶冠 在史前的江南地区 曾经普遍失望 凤凰山发现的这些陶器 表明早在六千年前 丹阳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文化 那么马家邦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定居的龙根文化 它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摘培水道 有宣道和落道和梗道两个品种 所以说丹阳这个龙根文化历史悠久 而且我们这个摘培技术 随着历史的流失 岁月的流失 不断的种类经验 也出现了很多好的良种 在丹阳博物馆 当年参与过凤凰山考古工作的杨在年说 距今一万年到六千年前 正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 又从定居到形成村落的时代 凤凰山遗址的发现 为人们探寻丹阳六千年来的人文发展脉络 提供了科学依据 千百年里 不知有多少移民 从中原迁徙到丹阳定居下来 上周以后 丹阳更是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两千多年里 古人们在创造丹阳灿烂文化的同时 也给这座古城留下了许多迷一样的传奇故事 丹阳是一个能界地震的地方 文化既定丰厚 历史上有多种称谓 最早叫云阳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清朝的时候的更名为曲欧 以后又有丰美云州 简州等多种称谓 丹阳地名的圈列是在唐朝的天宝年间 以后一直延传到现在 春秋战国时期 丹阳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期的丹阳是楚国的领地 秦世皇出巡路过丹阳 见丹阳的土地上有五彩云生起 随行的大臣就禀告秦世皇 此地有亡者气 秦世皇命令他的军队遭开北纲 以断绝亡气 并且把云阳改名为须额 但是秦世皇的士兵 还没有把北纲山挖断 秦国就灭亡 几百年后 丹阳还是出了齐梁两个朝代的皇帝 却只能统治中国的半壁江山 一个县出了两朝开国皇帝 这在中国是唯一的一处 我们的古人给我们选择了一个 有帝王之期的风水宝地 在六千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可以说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 有不断的北方中原的移民 还有南方的向北的移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过往的岁月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在丹阳齐梁陵墓时刻上 神兽的装饰繁复华丽 灵动清秀间透出雄壮碼 然而这皇而不时的背后 硬衬着他的短命 经历过短暂辉煌的齐梁两朝皇帝 被人们遗忘在了稻田里 在葛城遗址考古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葛城高达十米的长墙 以及城外的三道布城河 在葛城城之里 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 经过勘探 考古人员发现 这是一座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种种迹象表明 葛城遗址绝不是一般的常识遗址 很有可能是吴国早期的都城 它这个城墙的构作 一于中原 也就是说它带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 地方文化的市场 那么相比之下 我们这个先后发现的 有几多五个古城 比如说武津的燕城 苏州的五大城 立阳的平陵城 高层的古城 这些根据考古研究 它都是春秋时期的 那么我们从以后这轨得知的宜城 现在有五级口型 它应该是西州早期的 那丹阳的各层椅子的发现以后呢 城池的发现以后呢 填补了吴国城池建筑的这个考古空白 吴国在江南的发展脉络 在史学界一直是个谜 三千多年前 陕西齐山有一个叫周的小国 周人的首领周太王的儿子太婆 拒绝了父亲继承王位的要求 带着弟弟南迁来到了长江下游 太婆重雍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很快站稳脚跟 建立了沟吴国 在镇江博物馆收藏的 以后测轨上 有一百二十多个字的名文 轨上的名文 记载了周康王对一个叫测的人的三封 还包括字上的器物 土地和大铁奴隶 可惜以后测轨发现时 被村民敲碎了 文字内容不够完整 春秋的吴国 十九是寿梦的时候 那么十九是寿梦之前 我们这个地方 和还有这个现在浙江的渝国 它都是楚国的孙国 当时吴国和楚国经常打仗 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诸方之战 当时的吴国被打赖了 当时楚国打赖了以后呢 不久他就撤军了 但是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留下了一个一战 叫云阳义 如果从泰伯重庸算起 到寿梦已经过去了十九代 而此时的丹阳 为什么要叫云阳 葛城一致发现之后 考古人员逐步理顺了 吴国早期的发展脉络 据丹阳 大军大军大举入侵 云阳又被秦始皇改成了居厄 但是吴国却在这场纷争中生存下来 我们丹阳古名最早叫云阳 他就一直留下了楚文化的痕迹 楚国的祖先是炎帝 他这个住的地方就住在云阳 他把这块地方 就我们命名叫云阳 一表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楚国的土地 今天在丹阳的乡村里 依然能够看到不少无国的墓葬 杨在年说 可以想象当年太婆仲庸 让出王位前到江南 带领族人开荒种地 构建城池 最后建立了高五 如果没有信仰 就不可能有后来强大的无国 发展到这个到他第五四传染周章的时候 那周五王就把这个吴基封给他 封他为吴博 这样吴国就形成了 到了吴王寿蒙的时候呢 吴国强大了 吴国强大了 他在这个和中云各国啊 可以可以匹匹了 这里是丹阳的九里镇 当年李让王位奔走京蛮的太婆仲庸 得到了一位思想家的高度赞扬 并把他们列为与尧顺齐名的圣贤 这位思想家就是孔子 主张为政以德 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的孔子 在鲁国揭示了一位无国的侍臣 这位侍臣名叫纪扎 是吴王寿蒙的第四个儿子 寿蒙死了以后 他像祖先太婆一样三次避让王位 在九里镇上耕田老子 传播文化 彬彬有礼才华行义的季扎 让孔子十分敬佩 季扎是吴王寿蒙的第四个儿子 他很有才能 他的父亲就很想把王位存存给他 但是古代是存长子的 王位只能存给长子 所以他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鸡扎哥哥的赞同 决定就采取胸中弟弟的方法 就是胸肌人流的自身 老大就是老阿老三 这样刺激的来继承王位 但是鸡扎他认为当王不是他的器杰 不是他的志向 所以他一浪再浪结果三浪 结果逃干到阎林这个地方 在九里镇上这座祭祀庙 是九里百姓祭祀祭扎的地方 祭扎三让王位诚信爱国的故事 在九里镇上家喻户晓 相传祭扎出使徐国 徐国国君既爱祭扎的配件又难以启齿 祭扎心里明白 默许在出使归来就把剑送给国君 不想等他返回徐国 徐国国君已经病逝了 祭扎就把配件送到徐军的墓前 有人问祭扎 人都死了 为什么还这样认真 他说 不能因为人去世了 就不讲信用 这传流传千古的 祭扎挂剑的诚信故事 至今还在九里镇的百姓中传送着 祭扎他死后葬在这里 祭扎来讲的话 他上任王位之后 隐居到我们阎林 当时的阎林属于无处交界 祭扎引居到这里 然后带来了新京的文化和新京的生产力 这边最近繁荣起来 由于祭扎的德行非常的高 就是来追随他的有千余户 祭扎去世之后葬在大殿上方这里 这些地方上的村民都是非常敬仰居子 然后就在墓的旁边修了一个草炉 就是来纪念他 作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和谐常信美德 礼让王位的祭扎沿着祖先的足迹 选择在岩岭并居下来 耕田老座传播文化 深受百姓拥戴 走在这昔日的古巷里 赵永森说 祭子能当王不当王 他的兄弟们看了十分敬佩 这也让当时的吴国出现了和谐繁荣的局面 祭子的美德 让丹阳的百姓在千百年里 有了更高的信仰和追求 每年的清明前后 世界各地的无姓子孙 都会回到九里镇 寻根问祖 是在清明的时候 就是信徒上茅山 然后呢 正赶到这个汛期 汛期的时刻呢 因为以前就是走水路啊 行船啊 然后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九尼码头 九尼码头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 就是船只啊 停在这个香草河里面 叫绵延树圣 在祭子庙里 这座十字碑亭 是祭子庙的镇庙之宝 隐退延龄的祭渣 自从结识了小四季二十五岁的孔子之后 孔子对祭渣的学识非常敬佩 孔子不禁敬仰 祭渣的学识 祭渣那礼让勤勉的德行 与孔子 德智与理智的思想 不谋而合 周敬王十三年 即公元前五零七年 祭渣去世 得知休息后 孔子失声痛哭 为了悼念祭渣 新笔写下来 乌乎幼无延龄君子之墓的悲吻 祭渣去世之后 葬入我们这个大殿下方这里 孔子来讲的话呢 孔子很悲痛 特别为他起了四个字的悲鸣 叫乌乎幼无延龄君子之墓 四个大传 当时呢 这个十个大传呢 是刻在竹简上面的 有他的学生 带到江南 然后来调研祭渣 这四个字呢 相当是被祭渣的 第四个儿子 吴子玉收藏 收藏于这个吴斯家谱里面 今天在江南水乡的街巷里 挤诈三让王位 以德育人的故事 依然在百姓中流传着 岁月的时空 在越过两千多年之后 回望春秋战国时期 虽然历史充满变换 从一百多个诸侯国 到秦统一中国 那些头戴王冠的诸侯君王 大多已经被人忘记了 然而无面之王的祭渣 却被后人牢记着 每月的农历三六九 是祭子庙会 这天人们都会来到 祭子庙里 上香祭拜祭子 这个传统从西汉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上茅山回九里 成了江南百姓的民宿 他们认为茅斯山兄弟 在茅山上是修功 而基章是个道德开末 是修德 上了茅山求功 回到九里修德 这样才能够功德圆满 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无地文化 让丹阳走出了许多功德圆满 学有所成的文化名人 这位老人名叫马相伯 他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杰出人才 创办了复旦大学 走进马相伯的故居 我们见到了 今年已经78岁的马相伯的侄女 老人说 这座院子里有199间房 现在只有他一人在这里住了 马家的后人们都到外面去教书了 他现在上了年纪 不想离开这座老宅子了 但是马相伯呢 他幼年时期呢 因为亚贝丹丹丹的爆发 就跟着父亲到了丹土 就现在的镇江 他的弟弟是出生在丹土的 这是他的祖节 所以那们因为有了马相伯 马建东 他感到骄傲 特别是马家村的 今天 在丹阳的街巷里 读书成才 投身教育的传统 依然深深地根植于百姓心中 这座院落的主人 是丹阳家喻户晓的 吕氏三姐 吕丰子的故居 在中国教育史上 一门三兄弟 成了享誉中国的教育家 实属罕见 吕丰子先生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 职业美术学校 发明了郑泽秀 吕书湘创办的中学 为丹阳培养了 数不清的文化人才 在丹阳 有许多教育世家 读书为本 教育立业 成了丹阳千年传承的 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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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丹阳有一个 有一个不称文的 这个称风 或者是这个 名 这个相风 相熟 就是说 除非我们穷到了 要当乞丐 我们都要给自己的 小孩子去读书 上学 因此来讲的话 可以说 是一个书乡 是一个书乡门地的地方 所以这个呢 那么他就是 通过读书 求知识 他最后一个 他就可以出人才 两千多年过去了 九里镇上的百姓 没有忘记记诈 在这里 人们守着祭子庙 过着刚独世家的田园生活 尽管吴国的先祖们 在丹阳的许多经历 早已变成了传奇故事 然而 计诈的诚信 指书 礼让的美德 却一直流传至今 它让人们 在想起丹阳城 古老历史的时候 更加怀念 先人们 所创造出来的 灿烂文化 耕地时 意外挖出一坛古酒 在唐草 这个时候的酒啊 都是黄酒 作坊里的老酒 成了宫廷御酒 我爷爷了 我哭去 你到我 你到我这家儿子 请收看明天播出的 走遍中国 丹阳之 千年风干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